先轻松的看一遍 这手法 这快速的动作 再来一遍 这是比较正常的速度 不过看起来还是很快 看看这个速度 再慢一点 让大家再明白的看一看 这手法 如果还是不明白的话 那我就要 再慢一点速度 给大家展示 大家看手法 一次捏7个左右 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前面往后推 捏一下往后推一下 双手 配合 捏的时候大拇指中间翘起来点 掌握拇指和食指的力度 力度太重了 边上的皮容易掉 捏到半成品时翻一下 翻过来用虎口收边 收边时稍微往上提一提 不要按得太紧了 按得太紧的话 容易卷边 最后一遍 给大家来一个慢动作 慢动作操作的话 让你们看得更清楚 明了 把皮 慢慢地收拢 排列整齐 边排 边转动 这样的话 它就更整齐了 边排 边轻轻地转动 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往前 捏住前后 然后往后推 捏一下 就往后推一下 双手要配合 配合得多 协调 双手要配合 捏的时候呢 大拇指中间要翘起来一点 要掌握 拇指和食指的力度 力度不要太重了 然后捏到半成品的时候就翻一下 翻过来还是用虎口来收边 收边时稍微往上提一提 也不要按得太紧了 按得太紧的话 容易卷边 就这样 边捏边收边推 边捏边收边推 就这么 就这么一个动作 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 对不对 但是要经常操作 实际操作就很困难 有可能 一次 两次三次 不会成功 但是你多操作几次 慢慢就有经验了 手的力度就掌握得很好了 那慢慢这个技巧你就学会了 这脑子中传下来的手艺真的是不要再流失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 如果喜欢的话 如果喜欢的话 就订阅我 给我点一个赞 谢谢 看了这么多 再复习一遍 最后一遍了 再来一遍 看看这手法 边捏边推边提 熟悉了以后就是这么顺手 你看 喜欢吧 喜欢就学起来 对